今天有多位網路名人出面控訴 說他們因為PO出批評中國的相關言論 就遭到臉書禁言 質疑臉書言論審查標準模糊 而根據一份調查 發現可受社會公平的貼文當中 有九成八倍下架了 顯示社交平臺限縮了新聞 跟輿論的討論空間 一起喊口號要求臉書公司 要把言論審查的規則 說清楚講明白 一群臉書使用者二三號站出來 痛批因為PO出批評中國等的言論 遭到禁言 卻從來不知道臉書的審查規則 而根據臺灣AI實驗室一份臉書言論的調查 來研究社交平臺對月聽人的影響 整合從三月上線到九月二十二號 使用者願意提供的臉書下架貼文 收集到可以公開檢閱的一百六十四筆中 一百六十一筆屬於可受臺灣社會公平 高達九成八倍下架 顯示平臺可能限縮了新聞與輿論 討論的空間 政治敏感議題較容易被審查下架 激進黨提醒各界 正視臉書可能陷害臺灣言論自由的情況 也呼籲相關單位重視 不要讓臉書傷害臺灣人的言論思想 記者陳嘉欣 謝正琳 王欣忠 台北報導